南京施工现场意外挖出朱元璋女儿墓 墓室中居然发现了活人居住 并声称自己已经在这里居住了37年 那么她到底是谁 为何要住在墓中 打开棺果之后 公主的遗骸上竟然出现了不明液体 专家仔细研究以后满脸通红 大声怒骂道 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专家看到的不明液体是什么 为何让见多识广的专家如此愤怒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加个关注 今天小鸡带你走进朱元璋女儿墓置你 2008年5月的一天里 位于南京羽花台区的机场路 施工人员正在像往常一样进行施工抢修 突然挖掘机挖出了以青砖为主体的地下建筑 此时施工人员立马感到不对劲 不会是挖到捧幕了吧 最后他们立即打电话告知当地博物馆 博物馆的值班人员得到消息后的第一时间 就立即组织了一个专业的考古团队前往现场 为了避免出现大量的围观人员 他们在周围加大了封锁力度 毕竟这件事情已经在村州围传的沸沸扬扬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发生 考古人员立即准备在现场展开发举工作 专家一看这黑洞就不像是天然形成的 应该是人为开采过的 这样的发现让众人很是愤怒 说明墓葬有人结足先登了 近些年来盗墓的行为极其猖獗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到墓中的宝贝 根本不考虑其他情况 这样一来就会对官国及其周围 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坏 同时也给考古人员的工作增加了困难 刀走的文物会经过高价售卖流通到市场 那么研究价值也会随着大大降低 眼下这样的情形也不好追究 最重要的还是先搞清楚 这座墓荡的主人到底是谁 经过数十天在地底的不断发掘工作过后 一座完整的墓室就已经展现在众人面前 能有规模如此大的墓穴 说明这墓主人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田园地方的形状足以证明 墓主人在皇室家族中有着极高的威望 等他们凿开后就下去近距离的观察 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很是纠结 墓葬里面的陈设都是普普通通的 但是面积规模却极其的大 根据官国旁边的墓指名 以及墓室墙上那些密密麻麻的介绍语 他们推测墓主人是一位明朝时期的公主 正当他们准备好一切打算开启官国 突然有一位老人大喊道 千万不能开 吓得在场的各位连连后退 很快他们就联想到 难不成这是老人家的祖坟 老人家祖坟这事确实不太能说得出口 领头的负责人稳定情绪过后 出声询问老人为何不能开 老人沉默了一下之后 说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南京京县朱元璋女儿墓葬 墓中居然有活人居住 而且一住就是37年 当专家打开官国以后 只见公主的尸骨旁 居然有一台神秘液体 专家仔细观察以后脸红不已 骂道简直是禽兽不如 那么在墓中居住的到底是谁 官国中的神秘液体又是什么 正当所有人准备打开官国一探究竟的时候 一名老者急忙闯入考古现场 大喊道不能开不能开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经过进一步的询问 老者告诉在场的各位 实际上他是这座墓穴的守墓人 老人此话一出 考古人员很是吃惊 饶是资历经验再丰富的专家 考古这么多年还从未见过有守墓人的墓室 紧接着领头的负责人开始询问老人 这墓主究竟是谁 据老人所说 这正中央官国之中 躺着的人是福清公主 她是朱元璋的女儿 而自己家族世世代代的使命 就是给福清公主守墓 当然自己也不立败 说起这个福清公主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据史料记载 朱元璋一共有26个孩子 其中有16个女儿 福清是最受朱元璋宠爱的公主 她虽然不是长女 也不是嫡女 但是在众多子女中脱颖而出 福清公主的母亲郑安妃 是极受朱元璋喜爱的宠妃 这可不单单是福清受宠的原因 要是了解过福清公主的品行 就自然理解朱元璋 为何如此喜欢她 福清从小就是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 长相出众的她 还大方得体 每次皇宫里举行宴会 她都是最能拿得出手的那位 而且福清公主 还特别喜欢研究朝政之事 要知道 朱元璋对于朝廷之事 是多么的重视 她居然愿意采纳福清的意见 还如此纵容她 大谈自己的想法 说明福清在治国安邦方面 有着独到的见解 等到福清公主 到了试婚的年龄 朱元璋刻意为她 挑选了一个如意郎君 此人是开国功臣 张龙的儿子张宁 品性和相貌 都是一等一讨 对公主也是十分体贴 恩爱 两人结婚后 不久就伤了一个儿子 这也让朱元璋 对这个女儿越发宠爱 然而自古红颜多薄命 福清公主 也没能逃过这个宿命 在其48岁的时候 就因病去世了 死后被安葬到了南京 经过发掘的深入进行 专家们来到了主墓室 就在此时 一名考古队员大喊道 快看老师 这里有现代人 使用的生活用品 当专家们看到 眼前的场景以后 直接被惊掉了下巴 只见墓室之中 铺满了现代人 使用的生活用品 甚至在棺果上 还铺有被褥 此时所有专家 都感觉到不可思议 更是高呼 我考古近40年了 从未见过 这么离谱的事情 真是离谱他妈 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难道是盗墓贼 在此经常居住 最后经过询问 守墓人才知道 居然有人 在这座墓中 居住了37年 这些人全都是 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刚开始 只是居住几天 就离开了 最后 确实找不到 合适的地方 干脆就在墓中 常住了下来 更是直接把墓主人的 棺果当成了床 最后 考古队员来到了后市 然而 后市的场景 更是让考古专家 气得高呼 盗墓贼 简直是丧尽天良 南京京县 朱元璋女儿墓 墓中居然有活人居住 而且一住就是37年 当专家打开棺果以后 只见公主的尸骸旁 竟然有一团神秘液体 专家仔细观察以后 脸红不已 大骂 简直是丧尽天良 禽兽不如 随着发掘的持续进行 专家们进入了墓葬的后市 由于遭到 历代盗墓贼的盗绝 后市早已变得凌乱不堪 官国也被盗墓贼扔到了一边 然而 就在考古队员们筛查 扶青公主 墓室中的泥土时 却意外发现了 大量的金铭币 金事件 琉璃构件 玉串珠等十余件文物 镂空的金事件 繁复经美十分漂亮 即使历经几百年的岁月 仍旧散发着夺墓的光彩 经过研究 考古队员推测 这些金事件 很可能是扶青公主 衣冠上的事件 被盗墓贼遗留了下来 透过这些残存下来的 精美饰品 我们仍然可以看出 扶青公主 生前的贵族生活 墓中出土的金质铭币 呈不规则的铜钱状 是由金片压制而成 包如纸张的金铭币 在经历干净上年 以后 重现当时 下葬时夺墓的光泽 这些金铭币 也体现出了 扶青公主的奢华附数 然而 有一个疑问 却一直围绕着考古队员 扶青公主的墓中 有一具冠床 却怎么也不见 夫妻有着生儿同亲 死亦同穴的说法 普通的夫妻 两人去世以后 往往会被自己的后人 埋葬在一起 那么为何扶青公主 却没有和驸马 合葬在一起呢 一个是公主 一个身份特别高位的 驸马跟皇家的 这个身份来看 那毕竟还是第一等的 所以为了体现 公主的高位身份 我们看这个叫 驸马娶 公主叫上主 公主交给驸马 叫下驾 那么在这个一上一下的 这种文字的 这个表述里 就看到这种身份 等级的差距 这个应该是理智上的要求 此时 专家决定 将扶青公主的 棺果打开 一探究竟 随着考古队员 将棺材盖板打开 里面的场景 让所有人面红而去 只见扶青公主的 尸骨乱作一团 旁边居然还有一团 神秘液体 棺内的尸骨 已经省下不多 专家看到这样的场景 怒斥 盗墓贼 丧尽天良 情术不如 就连扶青公主的尸骨 都不放过 经过专家 对棺果的进一步清理 里面 除了扶青公主的 部分尸骨以外 其他什么 有价值的宝贝都没有 这让专家们 大失所望 大喊道 这盗墓贼 每次都比我们 极足先登 而那一滩 不明液体 也成为了谜团 扶青公主 生前曾是 朱元璋最疼爱的女儿 死后 却遭到了如此待遇 如果朱元璋 还在的话 一定会把盗墓贼 无马分尸 对此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 到这里就结束了 双击点赞 给小鸡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